女星产子出院后,杨幂削弱,贾静闻发疼,网友,她的孩子是偷的疤。 生孩子对女星来说,是一线即痛苦而又幸福的事。 痛苦是身体上的苦,所谓的十月怀牌,一朝分娩说的就是这个,简直是生不如死的痛。 而幸福则是因为将要迎来一位新的小生命,自己也要转变成了妈妈的角色。 都说生过孩子的女人身材会走样,这句话小编只能信一半。 这是为什么呢?因为小编发现娱乐圈中有很多明星会发泡,而有的就好像没生过孩子一般。 贾静闻 关注《身怜奇境》这个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女神贾静闻吧。 贾静闻无论身材还是气质都是相当的好。 不过,她在怀孕产子的时候,却是很胖的呢。贾静闻在怀孕的时候有过发胖的迹象,因此产子出院的她,身材依然很有肉。 短发的她露出整张脸,红色的宽松长裙依然遮挡不住她丰满的身材。 不过看到贾静闻一脸开心的笑容,身材走样又算得了什么呢? 杨米产女可以说是娱乐圈中的一件大事,不光媒体记者关心,很多小蜜蜂也是相当注解呢。 一是好奇杨米女儿的长相,二是担心杨米的身体。 从照片中看,杨米夫妇与公伙脸上都杨艺祝幸福的笑容,而小糯米则背包得严严实实的。 看来,杨米很怕自己的孩子曝光,并时不时地用手捂住。 不过有些眼尖的网友看出杨米好像很虚弱,双腿简直太细了,绝对的营养不良。 范伟琪 陈建州与范伟琪喜货双胞胎儿子,真是多少人求知不来的好事啊。 在范伟琪喜臣子出院的时候,范伟琪与老公十分低调。 彼此都用口罩遮住脸,两个儿子也是直接用睡袋包裹住,抱其怀中。 范伟琪 香港女艺人范伟琪生过孩后,素颜出镜,头戴黄色帽子,身穿花色裙子,搭配灰色的围巾,好似试景大妈的济世感。 看来生过孩子,真的没心情在乎美不美了。 当红花蛋杨颖可谓是家庭事业双丰收,与黄晓宁结婚后,就频频出现俩人撒狗囊的画面。 如今杨颖也有了自己的宝宝,不过,对于这位宝宝来到,很多人发生了质疑,觉得杨颖没怀孕。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?因为在杨颖产子出院的时候,身材方面宛如少女,根本就像梅怀过运的女人。 因此很多网友却直呼,她的孩子是偷来的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